雨下下停停 而這水已經淹到93歲徐阿嬤家門口 但阿嬤說什麼也捨不得離家 終於等到阿嬤點頭 村民背起他 在水中一步一步慢慢向前走 而徐阿嬤也是慈濟關懷戶 三年來慈濟之宮固定前往關心 醫師判斷阿嬤是急性關節炎 所以才會一摸 就痛得受不了 大概抽了差不多二十幾cc的水 的這個關節液出來之後 他就可以立刻下來走路 那整個疼痛的都緩解得很多 醫師幫阿嬤抽水後 也就是將關節液抽出 阿嬤終於可以下床走路 也再度恢復活潑個性 更醫師說 如果還需要抽水 他家裡的積水還很深 歡迎他再來 大愛新聞 珍珊美志工 張曉娟 陳坤安 嘉義報導